前面的方法 用通用上 所以 第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底下有提示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呢 每个月第一天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用刚刚的e-day 那这个e-day的话就是star date 这个star date就这一个 那相差几个月呢 刚好相差一个月 有没有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刚好是下一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你向右填满 刚好呢宽度不足 选取之后的话 快点两下 OK你会发现下个月的每一天都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会自动向右的时候呢 他的a会变成b 自动会抓前一个相差一个月 那刚好相差一个月 就是1月1号 2月1号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第一天都有 所以第一个我们每个月第一天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等于 那上面这个日期怎么样 加一天 下一天嘛 所以其实上面那个日期 加1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它里面就数字嘛 那你加了1之后 还是数就是加一天 所以1月1号加一天 就1月2号 那如果我向下填满的话 他会自动呢 再去抓上一个日期加一天 所以向下填满 1月份就全部出来了 但是这边可能会有几个问题 如果你向右拉 拉到12月份的话 那基本上呢 当然看起来整年都出现了 不过呢 会有几个问题会发生 你会发现 只要他的 那个月份不是31天的 有没有 像这个28天 他会多什么 多下一个月的那个日期 像4月也是一样 OK 然后6月也会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9月这边也会 不是31天都会 那怎么办 我们希望不要让它出现 那不要让它出现的话 当然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 当然不是叫你直接把它 delete掉 对OK delete掉那被突发列 那不是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如果我说 我要往下产生 这个日期之前 我先做什么 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 判断我上面 这个日期 如果说 他跟我产加一天之后的 那个日期的月份 是不同月份的 比如像这边 他跟他的月份不一样 如果他跟他不同月份的话 那这边怎么样 就帮我清掉就好了 清掉就是不要出现 就是产生空的 然后两个双以后就OK 那逻辑该怎么下 所以刚刚A2加1 我们就把这个码删掉 我们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的话 如果什么 一幅 一幅什么呢 一幅 慢死 特别月份的部分 慢死刮虎 哪一个呢 A2这一天 1月1号 他的月份 如果跟什么比呢 跟他自己本身加一天比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就是小一大 不等于A2 把它加一天的话 他自己本身 跟他自己本身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不一样 像2月 2月28 加了一天 变3月1号 那月份呢 只会看月2跟3 如果不等于的话 OK 如果不等于的话 那我就给什么 给空的 反之的话 给什么 给A2 加一天 这样子 应该看得懂吧 应该没问题 另外如果你看不懂这个不等于 你如果把它等于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上下颠倒而已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OK 只是说我这边为什么要不等于啊 因为这样比较好叙述啦 有点像我的逻辑 如果他加了一天之后啊 的月份不相等 不相等 所以我的习惯如果不相等 我就打这样子 这样我比较好理解 那不相等我要做什么 就是不要给任何东西 就是不输出 不输出的话 你不能空下来啊 你不能说不输出 没有不行啊 你一定要给两个双以后 表示不输入任何东西 要这样叙述 反之就跟刚刚一样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OK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应该都同一月份 没有问题 二月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二月OK的话 那其他应该就OK 向右填满 放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二月十八的下一个 这是OK的 但是问题后面就波 因为你要抓上面的一个储存格 可是问题慢时 你里面给空的 他会出现说 你要叫我判断月份 可是你却给我一个没有东西 我怎么判断 所以他这个意思跟你讲说 你给了我错误的value 错误的值 有没有 一般紧开头就是错误 错误的值 OK 你为什么给我错误的值 但他不会写那个 你是给我错误的值 他会写紧value 所以 你们应该会常常看到紧na 有没有 常常看 那n的话是not a的话available 就找不到资料 或者是什么 紧ref 蠻常 ref是reference reference是参考 找不到参考 OK 所以有时候紧开头的很多 诸如此类 常见的大概这几个 紧value就是给我错误的值 所以你看到 那你就知道 原来我给你 那怎么办 我如果给你 那要不就是说 你要给一个正确的值 要不就是说 还有一招 如果出现这个东西 把它去掉 我马上前面有用过 如果看到紧开头的东西 一律不显示 那怎么做 又回到这边 把它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号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把它放到哪里呢 逻辑里面有一个叫ifl 那个紧开头的叫做l 错误讯息 如果有看到错误讯息 一律不显示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这一个 这好像在 哪一个 151里面 好像也有用到过 没办法 他让我发生错误 我把它过滤掉 过滤错误 ifl 所以把纸贴上 那如果说这里面有发生错误的话 我就给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如果以后看到紧 一律不要让我看到 这样就OK了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我来问我问题 然后丢一个档案 然后他的工作 常常里面一堆这种紧开头 这样说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拿掉吗 因为看起来感觉就是觉得 没有拿掉的感觉 就是你这部分其实是蛮不专业的 也就是你对以色友真的不熟 至少你以非要要会吧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向下 然后再向右的话 会不会完成呢 放开 不见了 OK那其他的话呢 整个拉过来 这样就全部不见了 不是要你涂法链钢 他每一次都涂法链钢 再来一次 那岂不是很麻烦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完成 刚刚这件事情的话 OK所以重点回顾一下 一先用A2加1 但是因为会多月份不一样 所以再用一幅 判断说如果他月份 他那个上面的那个储存 个月份跟加一天 这个月份不一样的话 给空的 反之就给A2加1 对的 OK 然后因为会有Value错误 所以再把它剪下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ifl里面 所以刚刚这一串 那如果有错误就给 错误去洗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 一整年年历 那他会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如果修改 比如说我这边修改2020的1月1号的话 那你会发现 Enter 你会发现 有没有 109年的整年就全部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层 后面是跟着他 这些也跟着他 这些是跟着上面的 所以这个改了 其他都跟着改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所以第一步先用E-Date 这个E-Date 然后把这边全部OK 再来完成 下一步的话呢 我希望 这个看起来 礼拜六 礼拜天 应该要把它标注起来 比如说放假日 那不是公时 要把它避开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礼拜六 礼拜天 给一个格式 比如说礼拜六 礼拜天我就填黄色 跟红色字 礼拜六的话 也许就填一个浅色的底 然后呢 一个深的蓝 就像类似这样的格式 那如果每个每个都要做的话 那你岂不是用 比较快可能用复制格式 点两下 而且还点两下 点一下 点一下是复制就没有了 点两下是什么 可以一直复制 礼拜六 礼拜六 那这样你可能要点52次 然后礼拜天又在太浪费 所以不是要你这样做 那有什么快一点的方式呢 一定有 等一下我来看 你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来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 设定不一样的格式怎么做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是用VBA 用设定格式的话条件也OK 但是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变成说你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所以VBA的好处就是说 你以后会写程式 很多事情就一劳永逸了 写程式写一次 以后就可以不断去 执行程式就可以了